一針一線繡出經典繡花鞋 彷彿重回舊式的香港 9年後 年輕設計師王嘉玲 未傳承爺爺的繡花鞋工藝 除了守住近60年的老店外 還首次將工作坊搬到書展 這個刺繡其實是代表了對鞋的靈魂 而手法鞋也是一個做鞋技術和刺繡藝術兩者的融合 生命工廠今年推出了小店建學四本書冊 除了繡花拖鞋外 還有手雕麻雀 書法及手寫小八排 希望保留這些拼臨失傳的傳統工藝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已經在街道上消失 書展都是一個接觸公眾的場域 也都是希望可以去肯定各個師傅在手衛裡面的一些特色 他們的付出 還有歷史12年製作的全球最大一本書 《東途西化大觀》 寬150厘米 長200厘米 重量132公斤 共有25萬字 2426張圖片 展出中西美術史及中華書法史各種不同風格的作品 每一件作品都有做最精確的解說 讓閱讀這本書的讀者 對於自然生命 人文道德 藝術美學 乃至能夠提高它的審美觀 都有非常大的注意 有文具商推出古典文具 吸引顧客 比如這批從日本借來的傾聽牌鉗筆 全人手製作 最古老的有80年歷史 大紀元時報記者梁珍 王文君 香港報導